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君子笔试 点到为止 这是我们侍卫用的刀 对于姑娘家来说 有些沉 无妨 没有任何封锁 没干净 不辞 会员 会员 来 会员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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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 Call Donna 当年服侍蓝夫人戴产的铁身丫鬟 一定比我们知道得多 我赢了 你虽然用刀和我比试 但你的全部招式结为刺剑凸剑 而你用的剑法我恰好知道 清风九世剑 这是清风派觅而不传的顶级剑法 而正好清风派已归舍无封 说 你是清风派什么人 你虽然用刀和我比试 但你的全部招式结为刺剑凸剑 而你用的剑法我恰好知道 清风九世剑 这是清风派觅而不传的顶级剑法 而正好清风派已归舍无封 说 你是清风派什么人 我不是清风派的人 清风派的嫡传弟子 顶多也就精通三四世 能够全握掌握九世剑法的人 屈指格数 你说你不是清风派 你归舍无封 我的母亲 只是寻常妇人 父亲一身尽伤 别来这套 放河灯的时候已经用过一次了 父亲一身尽伤 走南闯北 十四年前 他走水路运火 发现一位女侠 藏身于船下暗藏之中 他就是清风派 一直追捕的叛逃之徒 被誉为五十年南越的剑术天才 卓美 救他隐秘 他就受你清风九世 其实义母传授我剑法 也有私心 他希望我替他复仇 卓美当年 对一名年轻男子动情 触犯了门牌戒律 被当时的掌门 她的同辈师姐点出 言行沉浅 这件事情当年 震动了整个湘湖 你们应该有听说吧 知道 我听母亲说过 卓美的那位爱人 被斩了手脚 封了喉舌 言言一息地送到卓美面前 听说卓美受不了这个刺激 发疯力量杀了十几个人 浑身带血 逃出了清风牌 预 预长老 你可是在绕路 此一何处此言 咱们连续左转了三次 而且每次行进的部署都差不多 所以 咱们是又回到了原地吗 自愈果然聪颖 但还是错了 不对吗 如果 这密道高度一致 那确实如你所言 连续三次左转或者右转 又回到了原地 但你有没有发现 密道是一直向上的 那我有心明白了 子虞啊 他们都说你顽略叛逆 但我一直觉得 你天字聪慧 心地善良 平易近人 你能说出宫门里 任何下人的名字 所以他们都偏袒你 爱你 但 你太过年轻 有时 会因为过于自信 而做出轻率的判断 身为职任 这种轻率 有时候是致命的 子虞啊 在你今后的生活里 你看 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经历 还有很多 可能那时已没了领路人 孤身于黑暗中 无论再艰难 你也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期待 你成为真正职任的那一天 那时我帮你把职任抛屁上 这是哪儿 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 你可是千山之人 我是羽工的人 职任大人走得匆忙 忘了东西 所以前来找他 不小心在密道中迷了路 触发了机关 密道中的蜡烛和火把 燃烧的是靠特殊灯油 油中有轻毒 长久不出 就会死之发来 失去意识 这是解药 谢谢 你上面说的这些我都信 但你告诉我 你为何穿着一身刺客的 叶行黑衣 太刀了 可惡 半月之一 这不快就开始发作了 所以 一定要在半月之一的 期限到达之前 有重要的生活 或者 做出这种无分满意的事情 你用的是剑法不是刀法 你不是共本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